其实今年因为疫情可以入场管理的嘉宾人数变得很少 去年国庆大会是开放了500个人 管理者的总数是7500个人 但是今年就只开放300个人 这个参加的人数也降载到4000个人 后邀嘉宾是采十名制入场 而且全程都得戴口罩 穿上熟悉的指挥中心灰色背心 大声唱国歌 他是国民女婿罗一军 右手边的是冬奥英雄 台湾跆拳好手罗嘉宁 左手边的则是曾在5月底被新冠确诊患者 砍伤的两名护理师 疫情年指挥中心和锦销护理师不分日夜 辛苦捍卫台湾功不可没 今年更是与客家儿童合唱团同台领唱国歌 尽管目前台湾疫情趋缓 但防疫还是不能马虎 今年的国庆管理大会减少进场人数 从去年开放500人 管理者总数7500人 今年只开放300人 总人数达到4000人 受阳民众必须要戴上身份证评 十名制入场 座位才没花做 并且要求要全场佩戴口罩 能有卓越的抗议成果 除了由指挥中心代表领唱国歌之外 典礼最后的主题表演 国土纯净 舍我其谁 请出防疫国家队出场 今年的国庆大典 除了展现国军硬实力 秀肌肉之外 更展现了台湾的防疫软实力 万全外山理事件 徐伦潘建认台北报道